詞曲 初埃及記二十章 請看初埃及記二十章 二十章 我們請看第五節 初埃及記二十章 請看第五節 這段經文在下半節 聖經這麼記載 我們天上的神說 恨我的 我必追討祂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像這樣子的話 在舊約的聖經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是不斷地一再重複的交代 比如說 在初埃及記三十四章的第七節 或者是在民宿記十四章的十八節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當我們的神 祂判定這個是有罪的行為之後 我們的神說 我絕對不會把有罪的當作沒有罪的 那麼甚至神在追討這個罪的時候 聖經記載說 不是只有追討你個人的罪 聖經說 我一定要從父到子 而且要追討三世代 這個禮拜 我要跟大家以我黑板上所寫的這個終極系列 終極禍端 那麼來跟大家從聖經裡面 一起來做真理的分享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我們這本聖經有提到 我們的神有命定一些族群 可能你這一代 不能夠進入耶穌法神的會幕裡面 比如說 我們請電腦坐位就好 比如說在生命紀二十三章的第一節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神說 哎呀 這個腎臟 這個外部腎臟已經受傷的 那麼或者是說 已經被淹割的 那這種人呢 我們的神說 你不要進來 這個我的會裡面 那什麼叫做不可進入神的會呢 就是這個神的會 那麼他的解釋就是說 從蒙受神的拯救 那麼一直到進入到神祂恩典的豐盛裡面 那麼這個叫做神的會 那換句話說 這樣子的人呢 他沒有辦法蒙受神給他的救恩 那麼當然相對的 沒有救恩 他就沒有辦法進入在這個救恩的這個豐盛裡面 去得到心靈裡面的滋潤 那這個是這一代人啊 這個外甥受傷的 被淹割的 這一種人不可以進入 那有一種人 我們的神說 這個第三代才可以進入神的會裡面 我們根據的經文是 生命紀二十三章的第七節到第八節 講到的是以東人 就是以撒的後代子孫 那麼另外一種人叫做埃及人 我們的神在第七節跟第八節這麼說 他說這兩種人曾經對以色列百姓都有過淹淵 或者曾經有給過以色列百姓恩典 好像說以東人 以東人是你們的兄弟啊 那這個埃及人呢 你們曾經在埃及聚集過享受過他們屋族上的好處啊 所以我們的神就許了特例 說他們的第三代的祖孫就能夠進入耶穫法神的救恩裡面了 那麼還有一種人 是十代 到了第十代 都不可以進入耶穫法神的會裡面 那意思就是說 到了第十一代 就能夠進入耶穫法神的會裡面了 我們的根據是生命紀二十三章第二節 叫做師生族 這個非法婚姻所產生出來的後代子孫 當然對這個師生族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他是冤枉的 他也不知道說他的爸爸媽媽做了這一種事情 然後莫名其妙我就來到這個世界 怎麼這個祸患會在我的身上呢 我們的神所看重的是罪惡本身 這一個人是在父母親的罪惡當中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神就在這樣子的罪惡之下所產生的後代 所以我們的神說 到了時代都不准進入我的會 所以我們的神說 到了時代都不准進入我的會 那還有一種是 永遠都不可以進入神的會 那還有一種是 永遠都不可以進入神的會 我們的根據是生命紀23章的第三節 講到摩亞人跟亞門人 不過這裡小弟要做一個說明 你去看他的英文 他是用陽性 陽性的摩亞人跟亞門人 所以你看說 路德記得路德不是摩亞的女子嗎 也是進入到耶穌法神的救恩裡面 那生命紀23章的第三節這裡提的摩亞或者亞門 他的英文是 陽性 他們這種人 我們的神說 這兩種人 他永遠都不可能進入我的救恩裡面 所以我們曉得 在我們這一本 旧約聖經神給我們的經文的記載當中 我們會發現 這個救恩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 可能有它的一些條件性的限制 那麼像我們剛開始所提到的 如果有罪 可能我們的神說 重復道主 我要追討你到三數代 我在我個人的經歷當中 我現在要把它跟終極這兩個數連結在一起 我們台灣 不要講台灣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人類電影的歷史上 我們有一些影片 它進入到台灣的電影市場之後 我們會把它翻譯成中文的電影名稱 有一段時間 終極這兩個數 在電影 在台灣的電影的這個名稱上 非常流行 在台灣的電影的這個命名上 中文的名稱上 它非常流行 因為都冠上終極這兩個數 什麼是終極 你把終極打一下好嗎 不是叫什麼ultimate 什麼ultimate的 終極 所以 終極的詞 比如說 我們有一部電影在台灣叫 終極警探 那它的英文的名稱叫做 Die Hard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年輕人可能比較有印象 那在台灣 奇怪 Die Hard 我的了解就是說 死得很難過 很困難的死 是不是 那這怎麼會到台灣變成叫做終極警探 這個是怎麼去翻譯的 比如說 終極戰士 或者叫什麼 終極追殺令 我要去殺一個人 發出通緝令 叫做追殺令 它前面又加一個 終極追殺令 我追你要把你殺掉的一個命令 所以 我就想說奇怪 台灣的電影界什麼時候 終極這兩個字這麼流行 所以我就去查字典 到底這個 這個現代的人的思想觀念裡面 這個終極到底它代表的是 一個什麼樣的意思呢 老主先所留給我們的定義 對終極這兩個字的定義 那麼就是說 近期最激烈的程度 比如說 以終極警探這個名稱 我們去跟他做思考 他說 幹警察 幹到像這樣子的警察 沒有比這個警察更可憐 更賣命的 更困難的 就是他啦 他就是所有困難賣命 不要命 然後落魄潦倒 沒有警察會像這樣子啦 叫終極警探 如果我們去看過這個影片 大概我們會有感受說 哇 這個警察真的幹得真的很可憐 這警察做到這種程度 真的是賣命啊 不要命啊 那我今天用終極這兩個字 我轉嫁到我的講題叫 終極霍端 我們的神說 如果一個人犯錯 我追討他的罪 有罪的 我絕對不會當成無罪的 我追討他的罪 那我追討他的罪 是從父到主 一直到三世代 可能不是他後代主孫不好 好像私生主 這個 對 如果我是私生主 我是無辜的嘛 對不對 我怎麼會知道說 我來這個世界 會有私生主這樣子的一個稱呼呢 我是無辜的啊 但是因為我們的一向錯誤 我們一向被我們所做的一件事 被神認定是有罪的 那結果這個罪的懲罰 就獲集到後代的祖孫 不是我犯罪嗎 那我覺得 這個都是 在人類世界裡面 很悲慘的事 我們也會做後代主孫的 我們也會深深覺得說 我屬宰真的是 無妄屬宰啊 很無辜啊 那我們在生活的成語當中 也常常這樣講 所以一個鍋子裡面 只要有一顆老鼠的 這個老鼠屎啊 那這一鍋桌怎麼樣 這一鍋的粥就不能吃了 壞了一鍋桌 一鍋粥啊 對不起啊 不是一整鍋的這個粥都不好啊 就這麼一顆老鼠屎 你看這一鍋全部都丟掉了 不要不要啦 所以我們現在從聖經裡面 來看一看聖經所記載的 因為我一個人所患的過錯 然後導致到我的後代祖孫 可能是世數代代祖孫 都落入在這個罪的刑罰裡面 那當然我要事先聲明的啦 我們在現在的新耶穌代 我們在現在的新耶穌代 我們的神已經沒有所謂的這個連坐華 這樣子的一個懲罰存在了 因為在以西結書的第18章 我們的神 他就已經重新定立了一個 新的一個聖經的原則 就是說如果爸爸做錯 就是說爸爸吃了酸葡萄 他兒子的牙本來是酸倒了 叫連坐華 那現在我們的神說 兒子的牙不會再酸倒了 所以如果父親做得不好 好 我們的神說 我就懲罰父親 他的兒子 我不會懲罰他 在以西結書18章的第2節 這個俗語 從今以後 在以色列地不會再適用了 那麼從這個第10節 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父親是好的 兒子是不好的 我們的神說 我就處罰做兒子的 那到了14節 我們的神說 如果孩子是好的 父親是不好的 那我就處罰這個當父親的 但是我想 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些所謂終極禍端 在一個人的過錯影響到後代子孫 畢竟是我們這本聖經 我們的神曾經紀錄過的 所以我們也借這個機會 我們也借這個機會 我們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神曾經有一段時期 對這樣子的罪惡 他覺得非常地痛恨 那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新約時代 基督徒的生活當中 我們也能夠去謹慎避免 進入這樣子的罪惡裡面 那麼第一個我要談到的 這個犯罪的例子 就是亞當 我們的先祖亞當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羅馬書第五章的12節 在羅馬書第五章的12節這麼記載 他說 罪是由一個人而來的 不是大家都犯罪 所以這個罪是因為這一個人而來 這個罪就開始進入了這個世界 我們的神祂命定說 如果你患了罪 那你要付出的懲罰就是死亡 所以今天在我們人類的世界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人生最後的終結 就是進入死亡裡面 那就是證明大家都落入在罪的詮釋之下 那這個人是誰呢 誰把罪帶入了這個世界呢 那我們讀聖經創數記的第二章 我們就了解 原來這個人叫做亞當 因為亞當不遵守神告訴他的話 我們的神又很清楚地告訴他說 如果你違背的話 你必定死 那因為我們的祖先亞當 讓他一個人患了罪 那結果呢 結果就把這個罪引入到 那麼人的生活世界裡面 所以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人生所到終結 就進入死亡裡面 所有的素人都一樣 那是因為我們必須要為了罪 來付出罪的懲罰的代價 那我們會覺得說 也不是我犯罪 怎麼我自己本身都有事呢 那實在是非常的混恨跟不公平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神的命定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亞當被約 我們來看這一句話出現在哪裡 這個亞當被約真的是終極禍端 我們來看荷西亞書第六章 荷西亞書第六章第七節 荷西亞書第六章第七節 我們的神透過先祖在責備 以色列百姓 他說 這是以色列百姓 在我給他們居住的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好像亞當被約了 那我就去看 這個亞當被約 到底他原文字義 是用什麼 用什麼樣的語詞去做形容 這個被的譽書 他的原文字義是這樣子 叫唯犯廢除掉 這是第一個原文字義的解釋 我唯犯 然後我要把它廢除掉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要跨越 然後我要遠遠的離開 那這個叫做被 對啦 亞當他怎麼樣 他為患 廢掉了神的約 那亞當他跨越而離開的神 告訴他的話 那這個約 我去看他的原文的注意 如果這個約 他是用在神與人之間的話 在人與人之間 他講的是一種信用的程度 就是這個約 如果用在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用法上 如果是用在神與人之間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上 那麼他的解釋就是說 是一種結盟性的契約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神 在跟亞當協商的時候 然後定定的這個契約 是透過亞當的同意的 不是神單向就是強制要求 不是這樣 是我們的神是透過協商 然後跟亞當之間 取得了這樣子的一個約定 那我們現在回到創世紀的第二章 Let us turn to Genesis chapter 2 創世紀的第二章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這個十六節 跟十七節裡面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16 and 17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神創造天地之初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神跟亞當之間 有過這樣子的一個約定 有過這樣子的一個契約 When God first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 can see that he had this covenant with Adam 那麼告訴他 伊甸園裡面 各樣樹上的果子 都是你都是可以吃的 which told him that he could eat of any tree in the garden 那麼只有分別善惡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那你吃的日子 我們的神說 他就下了一個行華 這個契約的最後 不遵守不遵守 就必定死 And in the covenant it says that For in the day you eat of it you shall surely die 那你看我們這個 和西亞書的這個 第六章的第七節 When we look at Hosea chapter 6 verse 7 你可以看到聖經記載 我們的神告訴以色列百姓說 你們就跟你們的祖先亞當一樣 叫被約了 會去了我跟你們之間的一個約定 會去了我口中的話 會去了我口中的話 你們所呈現出來的是什麼呢 和西亞書六章七節說 你們開始就會有什麼 刑事鬼詐 那什麼叫做鬼詐 鬼詐的意思就是說 拜人處事不忠實的一種 被信詐欺的行為 那換句話說 因為違背了神的話 這個罪進入到我們人類的世界 進入到我們的心性裡面之後 那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人與人之間就沒有什麼信用可言 常常會有背棄信用 常常會有詐欺的宿件 在我們人類的宿件 不斷地一直產生出來 那你看我們 自從有人類以來到現在 那我們的宿件 不都充滿這樣子的詐欺嗎 人與人之間 再也不可信 那人與人之間 到處都充滿了這個欺騙的宿 我們這個中文叫 詐騙這個 詐騙集團太多了 本來這個是炸雞店的專用名詞 對不對 炸雞店叫詐騙集團 炸是那個爆炸的炸 那現在這個炸火字盤 改成炎字盤 就專門欺騙人的 叫詐騙集團 所以我們發現 這個亞當他違背了神的話 那麼所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是一種終極後端 因為我們都因為亞當的緣故 進入到罪的瑕疵裡面 那現在我要更進一步往前推 更進一步往前推 為什麼亞當他會被曰呢 我們現在回到創數記的第二章 創數記第二章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跟亞當 在訂定這樣子的一個結盟性契約的時候 在創數記二章的十六節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尊重人類給人類自由 人之所以尊貴是因為我們的神給我們自由 我們不是機器人說一個主令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人類的世界 我們也會聽到像這樣子的一句話 說這個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值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那如果是因為自由的緣故 兩者皆可泡 如果在我們生存的空間裡面 生存的環境裡面 我們是不自由的 生存在一個鐵幕的國家裡面 不講人權 不講給你自由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當中 生命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當中 說愛情也沒有什麼價值性 因為沒有辦法自由去選擇我所想要的 所以在人類的世界裡面 自由是被飆漲在一個非常高的價值的一個level上面 那這個就是人的尊貴性啊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生活裡面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有自由的 我們有自由思考的能力 當一件事情我們去碰到的時候 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可以有360度的思考的廣闊度存在 透過我們的思考之後 我們能夠做出我自由的選擇的方向 譬如說啦 譬如說啦 奇怪 佳謙今天一直看我 而且那個眼神都很怪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就看 奇怪 到底我是對她怎麼樣 她今天怎麼這樣對待我呢 走過旁邊 瞪我一下 還踢我的屁股 踹我一腳 奇怪 我是對她什麼的 我們就會思考啊 我曾經講話得罪過她嗎 我曾經對她有過什麼不雅的動作嗎 等等等等 不然她今天怎麼會這樣對待我呢 那當我經過了這一些思考之後 那我現在要處理這個問題 你踢我一腳啊 我可以踢你一腳啊 誰怕誰 你瞪我一眼跟我哼啊 我可以瞪你一眼說 我可以回去啊 那當然我也可以好好找她說 佳謙我跟你溝通一下可以嗎 柔性的作法 那也許我就把這個人拒絕在我的交際的範圍之內 這個拒絕往來負 這是什麼不好的客戶 算了啦 我想我們有很多處理的管道思考的路線 到底我們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要注意 那因為我們有自由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人類在運用自由去做思考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不同我們個人的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創數記第三章 第三章我們看第三節 第三節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魔鬼他在引誘我們的祖先的時候 魔鬼他總是拋疑問去 拋一個問題給你 然後讓你去思考 運用你的自由思考能力去思考 所以這個魔鬼他對我們的始祖說 神真的有說不許你們吃圓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好一問句一問題就丟出去了 你自己好好思考 好不好 那第三節你看一看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司祖他的回應 他說 神曾說你們不可吃 有沒有違背神的話 違背神跟他們的約定 善惡果不可以吃 我看到這裡 我覺得沒有違背 還是站在神的話語上面 去宗旨地做對應 然後 對不起 這個神曾說你們不可吃 再來介紹也不可摸 有沒有說不可摸 你會發現從二章的十六節跟十六節 你會發現我們的神沒有說不可以摸 我們的神就說不可吃 就這樣 那現在我們的司祖在回應的時候 透過祂的自由的思考之後 然後祂產生一個主觀的認定跟想法 就是說也不可以摸 這個叫增加了神的話 然後再來說 免得你們死 我們的神是這樣說嗎 我們的神是說必定死 那現在亞當我們的司祖他們說 免得我們死亡喔 那就說改變了神的話 透過一個人的思考之後 我們在一個事件當中 我們會有我們固定的思維 我們會有我們自己本身主觀的一個認定 好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自由思考的主觀的認定書下 那我們就進入到這個罪惡裡面了 違背了神的話 好 那這對我們今天的基督的來講 就是我們要小心防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因為我跟很多我們家的弟兄姊妹 在交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弟兄姊妹常常 常常對這個罪的觀念 都會有主觀的認定跟判斷 沒有什麼關係吧 比如說我問他們說 講謊話好嗎 可以嗎 講謊話可以進入神的國嗎 我不曉得我們 我不曉得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 當你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就紓考的時候 你的觀念是怎麼樣 他說 講謊話沒有關係吧 尤其是善意的謊言 這個是 不是無傷大雅的事嗎 甚至他們也舉一個例子說 其實我們的神也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善意的謊言也是可以說 他們這樣跟我講 他們所舉的例子是在哪裡 是在撒穆爾記上16章 我們的神告訴撒穆爾說 我不要少都作王 你現在到伯利恆去高 一個叫做大衛的人來作王 在這個耶穌的家中 我已經有命定一個人要作王 你看撒穆爾記上16章第二節 撒穆爾跟神怎麼講 我會沒有命啊 我去做這個事情 如果少都王主到 我命就沒有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神就告訴撒穆爾 我們用現在的講話就是說 你要那麼笨講說 我要去立耶穌的一個兒子為王 你要講這個數 目的是這個 不要講啊 所以在16章第二節的下半節 我們的神說 你就說我要去耶穌的家怎麼樣 我要帶一隻牛犊去 我們去那邊向耶穌法獻祭 那獻完祭的時候 大家一起吃祭肉的時候 這個兒子來了 我會告訴你 我要立哪一個為王 你就高立他 你看這個神也是告訴 這個善意的謊言嗎 為了保護撒穆爾的生命 你看這個耶穌也是講謊話 神也是主導撒穆爾講謊話嗎 那傳道你說講謊言不能得救 我說我有聖見根據啊 在啟示錄21章的第8節 你看這段經文 它有八種罪不能夠進入神的國度裡面 那最後講的就是說 一切說謊話的 你去查 你用什麼工具書去查 這裡面就是說 謊話就是謊話 沒有所謂的白黃黑黃 就是謊話 不事實 不是事實的話 我覺得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對講謊話 而且這個講謊話 真的很容易從我們的嘴巴 就講述出來 很容易去犯這樣子的一種罪 那神真的是教導我們可以講謊話嗎 我們的神是一個絕對成熟的神 他絕對不講謊話 我們的神是告訴撒穆爾 而處理事情的方法 藉這個方法能夠達到案例 能夠高利曰息的兒子大衛為王 是走這樣子的管道 你不是講謊話 昧著良心要去做什麼不好的事 所以 處理事情 可以使用一個好的角度 去達到我們所要達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不違背真理的目標 那我要表達的是什麼呢 我要表達的是說 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擁有自由思考的能力 然後再加上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教育體系 然後不同的生長環境 會造成我們有一些個人的主觀的意識 主觀的思想 好像講謊話 我覺得 以我在台灣 跟弟兄姊妹 互相交談的經驗 蠻多弟兄姊妹覺得說 那講謊話不能得救 傳道 請問誰能得救 你有沒有講過謊話 我跟他講說 有 我有講過謊話 因為我不是完全人 他通常講說 是啊 連你當傳道都會講謊話 那誰可以得救啊 我們靈修要進入完全的程度 我們的神說 進入天國有一種 進入天國的人 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口中是查不出謊言的 這段經文是記錄在 启示錄十四章的第五節 我們可以看 得救的十四萬四千人 他們靈修的一個特質 能夠進入神的國度 就是說 從他們的口中查不出謊言來 完全 那這個就是我們靈修要追求的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那這個就是我們靈修要追求的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但是我們不能夠去做出違背這本聖經神的真理啊 但是我們不能夠去做出違背這本聖經神的真理啊 說講謊話沒有關係啦 不要把它看得那麼嚴重啦 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也會說 對啦這個是不好啦 可是沒有辦法呢 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也會說 對啦這個是不好啦 可是沒有辦法呢 有些說這個是小事情啦 不要去把它放大啦 有些也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都這樣子嘛 那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不要在我們自由思考的主觀認定當中 我們去做出的違背神真理的事實 換句話就是說 什麼是大罪 什麼是小罪 什麼我們可以眼睛閉起來 不要用我們的主觀認定 然後我們就去把它分裂 相反話 有些人說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沒有辦法避免啦 人怎麼有辦法避免 有些人說 這個是小罪啦 對啦不好啦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啦 那麼我最後要做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大罪小罪無罪 我們都要看聖經的神的話 怎麼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一個人對這本聖經神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謹守遵行 當我們違背了這本聖經神的話 我們的神在這本聖經告訴我們說 這個行為是大罪 我們來請看撒摩爾記上12章 撒摩爾記上12章 從12節到18節的這一段經文 我們來看這個大罪的根據 17節 17節我們的神最後說 你們求利王的事 是在耶和法面前犯大罪的 曾透過撒摩爾先書宣告 他們看到外族人有王來帶領他們 12節以下的經文 所以他們就說 哇這個我們也需要一個王來帶領我們 撒摩爾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們的意思就是說 不希望耶和法神來管理你們 你們是屬神的百姓 應當要服在神的真理裡面 那現在你們要利王就是 不要服在神的真理之下 我們要聽這個王到底告訴我們什麼 領導我們做什麼事 所以一個人 一個屬神的百姓 如果沒有辦法服在神 他真理的這個教導之下 他主要服在人的語言的系統裡面 你看17節撒摩爾他就這麼說的 他說這個是在神面前 這個神認定是大罪啊 違背神的真理 不順服神的真理 不願意神來治理我們 那我們就是犯了大罪了 所以現在不是收割麥酥的季節嗎 以色列人他們收割麥酥的季節 是每年的大概四月份到六月份 就是這段期間 是春雨已經降臨完畢了 進入收割的季節了 如果在這個收割的季節 所以要降下請盆大雨 那他會自俗這些麥子花牙 沒有辦法成為他們的食物 影響他們的收成 所以在真言的26章第一節 我們聖經裡面才提到說 這個收割的時候如果下雨 電腦做一下好嗎 收割的時候如果下雨 這個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神透過撒摩爾先知說 好現在是收割麥酥的時候 理論上以正常的氣候來講 是不會下雨的啦 因為神要讓你們收割有好收成嗎 撒摩爾說我現在要向神祷告 求神從天上打雷降雨 讓你們知道說 你們這樣子要脫離神的這個什麼 神的助理 不願意浮在神的手下 這個是大罪 患了大罪 所以亞當悲約告訴我們 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一個人 一個屬神的百姓 如果他對這一本聖經神 所告訴我們的話 我們不想去遵守 好像約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節所說的 我們的耶穌基督他說 他說叫人活著的是零 那我的話就是零 就是生命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耶穌基督他復活以後 耶穌基督他就成為一個賞賜生命的靈 好像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四十五節的新聞 說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耶穌基督他復活之後 這個耶穌基督本身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賞賞生命的靈 英文是這樣 末後的亞當講耶穌基督他就是成了賞賞生命的靈 那這個生命的靈 是在他應許的話語裡面 讓他所講的話到最後都會成為具體的實戰 叫做耶穌說 那我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主要是透過這個生命的靈所講述出來的話 那麼他會變成是一個具體的實在 具體的實現 所以我們今天既然進入在神的救恩的這個國度裡面 對我們一個屬天國百姓的人來講 我們第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神的話語裡面 活出我們該有的生活行為 所以我們不要好像亞當這樣被約的了 被約的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太多詭詐的這種行為信書 會一直不斷地產生出來 如果我們要去對付的信仰 的話 會有很多邪惡的行為 在我們生命中 那麼這個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終極禍端的第一個禍端 第一個禍端事件 這是一個最終的一件事 的一件事 我會分享給大家 我會分享給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